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要学单元9的第二个课文 童年的问号 生字新词 在开始之前我们来朗读课文一遍 童年的问号 童年是一首歌 童年是一幅画 童年还是一串长长的问号 有个英国男孩 名叫牛顿 他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便思考 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 而不是飞向天空呢 还有个英国男孩 名叫瓦特 他看见水烧开了 虎盖不停地上下跳动 就好奇地问姑妈 虎盖为什么会跳舞 故事后 中国有个名叫张衡的小男孩 常常望着夜空 边数边问 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 孩童就这样在问号中 慢慢长大了 后来 牛顿 瓦特 和张衡 都成了有名的科学家 好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词汇是 童年 童年 童年的意思呢 就是儿童时期的我们 1.2横 3.4.5横 6数 7横 则 8横 9横 10数 11横 12横 这是同的笔顺 同的构词有 同化 同化 儿童 儿童 好我们看下一个 年 1撇 2横 3横 4数 5横 6数 年的构词有 过年 过年 年纪 年纪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 这是一手 一手 一手呢是量词 可以用在一手诗 一手歌 1.2.3横 4撇 5数 6横 则 勾 7横 8横 9横 手的构词有 首领 首领 首先 首先 好我们看下一个 掉 掉 掉就是落的意思 好 掉的笔顺 1横 2树 勾 3提 4树 5横 6树 7横 则 8横 9横 10横 11树 构词有 掉对 掉对 掉对呢就是跟不上队伍的意思 掉头 掉头 掉头就是转过头的意思 思考 思考 思的部首呢可以是天部也可以是心部 考的部首呢则是老部 好 思考的意思呢就是进行思维活动的意思 在想的意思 考的笔顺 一横 二树 三横 四撇 五横 六树 折折 勾 考试 考试 考场 考场 考场就是举行考试的场所 叫考场 好我们看下一个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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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是火部 烧的意思呢是加热的意思 一点 一点 二点 三撇 四点 五横 六斜 钩 七撇 八横 九撇 十数 弯钩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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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烧 烧 烤烤呢就是BBQ 胡盖 胡盖 胡盖的胡呢是四部 盖呢可以是羊部也可以是敏部 好这个红色圈圈的部分呢就是胡盖 胡盖 一横 二术 三横 四点 五横 勾 六术 七术 八点 九撇 十横 构词有 茶 胡 茶 胡 九 胡 九 胡 好我们看下一个 盖 一点 二点 三横 四横 五术 六 横 七术 八横 则 九术 十数十一横 平盖 平盖 盖印 盖印 好 姑妈 姑妈 姑和妈的部首呢都是女部 好 姑妈呢就是姑母的意思 一撇点 二撇 三横 四横 五术 六树七横则八横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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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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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 古时候 古呢是时步 时呢是日步 后则是单人旁 好 古时候呢就是古代的意思 道底 道底 道的部首呢可以是支步也可以是刀步 底呢则是广步 一点二横三撇四撇五术钩六横七斜钩八点 底层 底层 底层呢就是建筑物的最下边一层 月底 月底 月底呢是一个月的最后那些日子叫月底 科学家 科学家 科的部首呢是核步 学是子步 家是宝盖儿 然后科学家呢就是搞科学研究的 嗯 的人叫科学家 一撇二横三术四撇五点六点七点八横九术 科技 科技 科技也就是科学技术 科目 科目 科目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科目有华文 博文 英文 数学 科学 道德 这些叫做科目 好 今天老师就讲到这里 谢谢观赏